好好学学做菜 找个有钱人家 找个有钱人家的吗 我觉得这不像你的风格 我觉得你不会找个有钱人家 但是至少不说不说 不说相互交子 总归 总归得有一个确定的男朋友 当然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 我在想 十年之后 说不定你还是 做不到这些 也许 你原来说 是不是先嫁了 我还是女的 我也想先嫁 对吧 那些说人家特别 低重 有些女的不好嫁啊 因为你对别人来说 你太多才通气了 一开始确实会有主力感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我是你室友的话 不会熟 可能总归在部落后说 咦 我总是因为他这个 他没跟你做过太多接触 然后看着你这边 搞乐队啊 唱歌啊 摄影啊 每方面在他们眼里 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都做到了机制 然后 然后 这次舞后是我们乐队里实力最强的 架子鼓博 余瑶瑶同学 架子鼓博 那时候就是爱慕你很久了 我自然说 刷到底了那个微博 随便背出我一条微博 如果声音没有温度 为什么一听到你 我就想脱衣服 照片 就感觉挺厉害的吧 非常有思想 非常深刻的一个人 不使人间烟火的感觉 不是这种人 还能拍到这种 拍到这种手上 那些这种文字 我觉得你跟什么人不一样 就是你跟我认识的人 都不能说是一样的 因为好多人都是可以把他归为 比如说他很可爱 他性格很好 或者怎么样 那时候我觉得你都不一样 你这个人 比你一种 他就是非常好 但是他注定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陪伴跟你在一起 就他跟你漂泊的方向不同 以你现在的状态来看 其实我想十年之后 你应该还是信不下来的 你可能还是接着在外面 飘来飘去 就在这十年当中 你应该和他们做两个 但可能会因为生活所获而静下来的 我觉得你 你应该如果静下来也会不甘心 那个 你觉得安定下来就等于不自由了吗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自由 风一般的女子 我以保义的程度来说 你怎么把脑子 responder 好 批语 你什么 好 好 好 你的性感生活和你 平时 这个生活 不太 不太大 �外 瑞 瑞 雞肉 不敢乐队之类的 我们会成为朋友吗 应该也会吧 我会 我会 因为已经培养出了其他共同的爱好 抽烟 搞乐队 因为搞乐队所以认识 因为认识所以抽烟 因为抽烟所以不搞乐队 也能认识 为什么 因为抽烟 抽烟是为了走进 他的内心世界 所以归天结底 不搞乐队的话 我们都不会认识 不 所以其实是 想认识他才抽烟